长大的意义会是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拥有这种感觉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身上都在慢慢失去了很多东西 曾经的少年兴气 曾经对这个世界单纯的憧憬 随之而来的则是生活的压力 那成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在长大之后 我们会拥有自己可支配的收入 可以把它花在任何事情上 包括你小时候穷而不得的各种玩具 没有人能阻止你 当你期待了非常久的游戏终于发售 如果你能安排好工作啥的 完全可以请上几天假 进入与世隔绝的状态 不洗澡、不做饭、叫外卖 以一种小时候从未有过的方式 享受沉浸式的蓝赛 可以随心所欲的 做一些灵光一闪的奇怪事情 你已经长大了 因为你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当你被要求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时 可以直接了当地拒绝 你可以尽情放肆地喝酒 可以去你任何想去的地方 可以想睡多久就多久 想吃什么吃什么 只要你愿意 早上吃蛋糕和可乐都没人能管你 除此之外呢 你还能给父母买很多新奇的东西 帮助家里分担责任 在某些时候来说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我们总是想着 要如何与这世上千千万万的人相处 却没有想过 如何与地球万物相处 我们在这人间来走一遭 短短数十年 你可以去看山、去看海 去感受世界万物的美好 太多人对于生活充满了迷茫 大家好像过得很累 而我想要对在座的各位说 当你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时 你就能改变了 不必为自我感到羞愧 尊重自我 寻找自我 接受自我 改变自我 塑造自我 希望大家都能过上想要的人生